要想这个地区社会和谐 他就讲 一风一俗莫善于乐 音乐的力量最大 改变人心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快 影响人心的最重 所以我现在看到 现在人听音乐不会听了 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 违背规律啊 除了这光光光迪斯国音乐 我到超市 我去买菜 我进去之后啊 他背景音乐 现在这背景音乐都谁放 都是80后90后 他们到社会上工作了 他们来放啊 所以听的歌我也听不懂 我就听着 这个有一个女孩子 在那唱 就跟说话一样 唠唠叨叨 我一听 然后是 要不然就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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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听着呀 我说这唱的是什么呀 这是 我就把那个塑料框 往那一放我就听唱了三分钟 就这一句 那个女孩子 要不然就算了吧 要不然就算了吧 我说你是不想活了呀 还是还是要自杀 还是要怎么样 连他都唱这一句 估计是搞对象失恋了 天天听着 这叫什么呢 迷迷之音呢 他对人的内心影响太大了 据说啊 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做出来 这个钢琴曲 据说听了多少遍之后 这个人一定会自杀 死亡钢琴曲 我们大家听明白什么了呢 音乐周围的一切 对人的内心影响都非常大呀 你会听音乐吗 你又不相信 你可以拿你们家孩子做个实验 你就让他天天听这个 要不然就算了吧 听一个星期 他听着听着呀 他把那窗户一推 就从楼上跳下去了 要不然就算了吧 你看 自杀为什么这么高 听出来的 真的是这样啊 刚才我们讲了 那个胡彬同学 七张人民币点烟筹 跟谁学 跟电视学的 电视网络 媒体 音乐 天天在教啊 教什么 教你不要当人了 教你违背人道啊 违背人道 你就不是人了吗 有观众啊 还特别提出来 是吧 说这个我们对老祖宗 到底有什么误会 那边三纲五常 三纲是什么呢 人家说 这个被打倒了一百多年 他误会了 三纲是什么呢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君为辰纲 君呢就是上级 辰就是下级 这纲是什么意思 好榜样 做父母的 做长辈的 是孩子的好榜样 做丈夫的 做男人的是做妻子 做女人的好榜样 做上级是做下级的好榜样 这叫三纲 所以你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上级 作为一个父母 你一定要做好榜样 这是三纲的意思 你把他打倒了 你这不是糊涂吗 你把他打倒了 人人都不当好榜样了 他就乱套了 他没有老师了 没有师范了 没有榜样了 所以说错了 误会了 灾难从哪里来呢 今天很多人说 哎 怎么天赞人祸这么多 我们跟大家讲 灾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是 不知道灾难的根源 不知道灾难的根源 这最可怕 你说老有灾难来 这个没事 可怕什么呢 可怕不知道啊 因为什么 所以我们这论坛告诉给大家的就是 那个原理 那个根源 你知道灾难根源 你就不害怕了 你就不恐惧了 这是真的 你做缺德事 有灾难 不是没有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 天不怕地不怕 我也没犯法 对不对 哎呀 我就领导也找不着 我警察找不着 你错了 真有灾难啊 那是肯定的 这些例子我们听了三天 你就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 真的是听到一半给家人打电话 说你下午赶紧来吧 真能救人啊 很多人他就一听 他就明白了 哦呦 他要做个好人 他自觉做个好人 不是逼迫他 不是怕犯法 不是这个 他是自觉自愿的 还是那句话 你挑战人道 挑战自然规律 警察不找你来 灾难你跑不掉 为什么呢 自然规律会惩罚你 老子 《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叫什么呢 天网 灰灰 疏而不漏 这《道德经》里的话 什么意思呢 天网 就是天地之间有一张大网 那个大网啊 大家听了之后害怕 天网是什么呢 天网就是自然规律 就是自然规律 天网 灰灰 很大 疏而不漏 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我没感觉到有什么自然规律 他看上去很稀疏啊 不漏是什么呢 就一个都跑不掉 你在那挑战自然 在那自作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物啊 真的那钱不是你的呀 附带着凶灾 多可怜呢 所以说 我们大家这才明白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告诉人们什么呢 人今天呢 不能光靠法制 法律 来阅束人 他有法律漏洞啊 你看现在这个法律 这讲 几十万桥 你说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党 你说 他还 他还说你是法盲 我背不下来那么多法律 太多了 那你说谁不是法盲 谁能把那全背下来啊 那个弊端叫什么呢 叫 民免而无耻啊 什么叫民免而无耻 老百姓 免呢 就是逃避 避免他 躲开这个法律 无耻呢 他没有羞耻心 他为了 做这件事情 我只要把 钻法律漏洞 我就可以 你管不着啊 就跟美国人一样 找不着证据 当庭释放 他没有羞耻心 他杀了人了 他也没有 你看 你触罚不了啊 法治社会啊 讲这个 所以以德治国 弘扬传统化 目的就在此地啊 人要是没有廉耻心 那就 那就没救了 所以说 我们今天这才知道啊 自然 你以为 除了法律之外 除了法院 警察之外 监狱之外 就没有人惩罚你 有啊 我们今天 为什么 灾难 有三种 头一个 生病 重病 也就这个 结石 癌症 怎么来呢 灾难是一种 第二个 意外的灾祸 扯祸 大火 被人偷 被人抢 被人骗 被人打 被人坑 意外的灾祸 这灾难第二种 第三种 夭折的死的早啊 寿命短的 灾难 有这三种 什么原因呢 有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论坛 这几天才明白 感情 我这个人生种种不幸 都是有原因 当然有原因 怎么能没原因呢 所以有的观众讲 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你看现在外边下雨 我请问一个问题 你能说它是偶然的吗 我不说它是偶然 为什么呢 十二月份 为什么不下雨啊 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不下雨 夏天下雨 是规律啊 你说现在 为什么不下雪 冬天为什么下雪 它不是偶然的呀 灾难 刚才我们讲了 意外的灾祸 疾病 包括夭折 都有原因的 怎么能没原因呢 全都是因为 违背了那张天网 那个自然规律 你挑战它 你不懂啊 这不能怪它呀 所以它就乱来 乱来 疏而不漏 一个都跑不掉 那是真的 所以大家才明白 传统文化 能给你带来 吉祥幸福 社会和谐 好管啊 天下太平 那是真的呀 这绝对不是假话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做一个守法的人 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不是说得不到财富 你看我们这些老师 都能够给大家 讲亲身经历 过去追钱追不上了 现在钱能追的他 你看看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真有道理在 我们所讲的这些 跟各位讲 绝对不是我们 自己的聪明智慧 我们达不到 我们差的太远了 我们在台上所讲的理论和方法 全都是五千年前 五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 他们的教导 你看孔老父子 孟老父子 他们不在世了 他们的思想在 他们的智慧在 我们来重复 讲述 他们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我们大家受益 我们很感恩的 是先祖 古圣先贤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都是做义工的 大家 常常 会提到 这么一个问题 你们所讲的这些东西 头一个 你看地死规 了凡四訊 四书五经 所谓国学 传统文化 易经 大家都说 这个东西太古老了 过时了 你给我们发这个 什么三字经 什么年代了 还看这个呀 有这个想法 过时了 我们跟大家讲 你要说周易 太古老了 三字经 弟子规 太古老了 这过时了 那么我们请问呢 太阳比周易古老啊 太阳有上百亿年了 东方升起 西方落下 请问呢 你能不能说 太阳过时了 哎 他万古长新的 自然规律不会过时啊 第二 是不是我们老祖先 中华先祖发明创造的 跟大家讲 不是 这些东西 它是自然规律 是我们中华先祖发现的 不是他们发明的 他们发现了之后啊 记录下来 写在书本上 这个书本叫什么呢 叫经典 这就叫经典 把它流传给子孙后代 让子孙后代 没有灾难 你种粮食二十四节气 你要 你要按照他的节气去种了 按照他穿衣吃饭了 你就不生病 你就能够吃得上饭 哎 住的好房子 没有这些天灾人祸 为什么呢 你符合自然规律 所以老祖宗啊 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后代 哪一个父母不爱孩子呢 先祖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哎 圣贤的经典 像弟子规啊 三字经啊 四书五经 诸子之家格言 这里边所记载的 全都是什么呢 全都是自然规律 不是他们发明和创造的 这个我们要听明白了 是吧 所以他万古畅心 我们要遵守啊 第三 有人就提出来 这个东西啊 信则有不信则无 你们是一群傻瓜呀 哎 为什么不去赚钱去呢 现在这个年代 钱是老大 有钱就有一切呀 你们在这学什么传统文化 学什么伦理道德 你太傻了 太笨了 那个东西 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我们大家可以啊 做一个实验 问一个盲人 他呀 没有见过太阳 他不相信有太阳 那么请问 你不相信有太阳 太阳就不存在了吗 太阳就不出生了吗 太阳就不照耀 这个盲人了吗 大家想一想 你相信他存在 你不相信他照样存在呀 我们今天人第一个 不了解这个自然规律 你说咱们种粮食 咱们知道 那是自然规律 那叫什么 那叫天道 天地万物 运行的自然规律 那叫天道 你要是想粮食丰收 你怎么能不遵守二次节气呢 这是挑战自然规律吗 那不是跟自己对着干吗 第二 天地有自然规律 那么人跟人怎么相处 当然也有规律了 那叫什么呢 那叫人道 我们常常讲人道啊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 人有自然规律 你怎么能够做得好人呢 很简单的 你看人跟人相处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三种重要的关系 头一个 人跟人怎么相处 人跟人的关系啊 关系古代呢 叫轮 轮常大道那个轮 叫人轮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第二个呢 人跟自然的关系 你说我什么季节 穿什么衣服 盖什么房子 种什么庄稼 种什么农作物 这人跟自然的关系啊 过去我们生病 吃中药 吃草药 都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啊 第二个 它有规律 当然有规律了 吃什么药 中医啊 本草纲木 那都是自然规律啊 你这个病 你的寒冰 吃热性的药 热冰吃寒性的草药 它有规律在里面 你怎么能 这是科学呀 第三 人跟自己的关系 就是 人怎么认识自己 你看 人生在世 三种关系 人跟人 人跟自然 人跟自己 现在啊 这三种关系 都不知道了 人怎么跟人相处 你说人跟人相处 偷一个 父母跟子女 子女跟父母 怎么相处啊 不知道了 没人交了 也就是我们 常常讲的这句话呀 我们在论坛上 常常讲 你会做儿子 会做女儿吗 不会了 真不会了 什么叫道德呀 这就叫道德 道 很多人问我们 什么 你是这写着 做有道德的人 这大口号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什么叫道啊 道 刚才我们讲了 天有天道 天地万物 运行的规律 人有人道啊 那个道 就是 自然规律 不是谁发明 不是谁创造 是自然本有的 规律 法则和真理 真理啊 哎 你不了解 你不能说 他不存在 他真有啊 你要是不了解 你了解了之后 你不按照他去做 都有在乱呢 他怎么呢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你夫妇 为什么打架 最后打了头破血流 丈夫杀 妻子 妻子杀 什么原因呢 他不懂得 怎么做了吗 我们要明白 这个就知道 这个规律 叫道 按照自然规律 去生活 去做事 去待人接物 这个叫德 道德的德 那个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规律 去生活 按照人性 按照人道 天道 去生活 那叫什么呢 那叫德 这个人有德行啊 是这个意思啊 他符合天性 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自然界的 法则和真理 就这么个意思 我们大家今天 听明白这个 我们才知道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灭了三个了 还剩一个 中华民族 有人就奇怪 全世界专家学者 都奇怪 为什么 中华民族 他没有灭亡 你看这个文明啊 他没有灭亡 五千多年了 不止五千多年了 我看这个河南省的介绍 在五十万年前 人类就在中原这个地方 开始生活了 你看看 那不是五千年 五千年跟五十万年 那没法比啊 我们这才知道 中华民族 为什么到现在 他不灭绝 生生不息 在全世界 今天 很多的灾难 西方国家 来寻找 化解灾难的方法 他去找啊 谁长生不老啊 谁没有灾难了 我就到哪去找答案 为什么中华民族 这个文明没有灭亡呢 因为这个文明 这个中华文化 他是按照自然规律 来生活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个民族的人 这个民族的子孙万代 他是遵守自然规律 他当然不会灭绝了 太阳都上百亿年 他也不灭绝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不会灭绝 为什么呢 我们都按照自然规律 你为什么会离婚了 你说我的家庭的寿命啊 三年 为什么寿命那么短呢 太阳的寿命长啊 你要按照太阳 学他来生活 你那个家万古长青 你那个家 臣氏家族 王氏家族 世世代代 你的家产 家业家学 子孙万代 兴生 没有灾难 绵延不绝 不会灭绝 什么原因呢 符合人道啊 符合天道 就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听明白之后 为什么要学传统话啊 为什么要学经典 要落实 不是在那背 我听说现在 我家的孩子 会背三字经 弟子规 那会背不管用啊 他得照做 他得做刀 也就是说 我把二四节气背的 拱瓜烂熟 种庄稼啊 我还是秋天播种 那不管用啊 那照样有在 你得做刀 他不是用来背的 他是用来生活的 学习传统话 你照做 五样 你都能得到 头一个是财富 第二个相好 相貌好 第三个健康 第四个家庭和睦 第五个事业兴旺 步步高升啊 那真的呀 主办方特别讲 说你这个汇报 千万不要忘了 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这个也很能啊 说明问题 我说好 只要能够帮助大众 觉悟 我说我一定讲 我本人呢 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 是东方时空啊 第一代主持人 大家熟悉的白岩松 王志啊 这我们都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 94年95年的时候了 后来呢 到京畿半小时 大家熟悉的 王小鸭 赵鹤 这我们都是 京畿半小时总主持人 1999年 再到后来啊 我就当这个制片人 带团队去了 那么 在2000年的时候啊 电视啊 这个市场化 他的公司请我出去啊 做节目 一个小时的访谈呢 给我的报酬啊 6万 那个是2000年 10年前了 我相信现在价钱 应该更高了 那么我再到后来呢 接触了传统文化 我就不再赚钱了 这四年半来呢 没有任何单位 给我开工资 没有挣一分钱了 那么四年来呢 我把我的积蓄啊 也捐献出很多啊 司机啊 车啊 也都捐献出去了啊 楼上楼下的 楼上楼下 我这个楼上楼下的 这个这个房子呢 我现在也不住了啊 然后呢 专门用来弘扬传统文化 做义工 义工他没有社会地位 伺候人的嘛 我捐了很多钱 这四年半了啊 那么 主要是弘扬传统文化 保护动物 保护环境 帮助病人啊 主要是做这些工作啊 那么这四年半来呢 自己收获很大 你看我吃素 四年 四年多了 感觉身体很健康啊 我在台上有人就讲 你不吃肉了 你能有力气吗 两个场地 这边两千多人 那边两千多人 所以我在台上啊 连续讲 讲九个多小时 哎 我身体没事 所以说大家呢 这个看到说你吃素 哎 这个还有人讲说 你不赚钱了 四年半不赚钱 你将来不害怕吗 你看 我都 这个四年半活得很健康 哎 也没有饿死 那浙江这个地方啊 好人多 啊 善人多 看到我们在台上做汇报啊 那天我第一场跟大家讲 我说我这手机一块钱的 八块钱的布鞋 那我也没饿死五年了 你看我还捐了不少钱 哎 这个我没有任何单位给我开公司 也没饿死 那有人看了之后担心了 你看 十二万现金 捐给我 哎 很感谢啊 好像是一个叫季宇的老师捐的 他带一个企业家捐 十二万现金 很沉重啊 陈甸甸 宁波父老乡亲啊 啊 那个 你看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论坛举办在全国各地 五十多场了 不收一分钱 不要钱 要钱就不在这干这个了 所以这个 全部捐赠给主办方 我们不要 到 各位观众 主办方也声明 他们也不要钱 都不收捐赠 所以这个论坛 有道德 跟钱没关系 啊 所以有人如果 在外边打着我们的旗号 收捐款 那是假的 我们不要钱 你拿钱干什么呢 做光盘 就很好了 是吧 真的是啊 这个世界 现在大家 对人没有信心 对人没有信心 没有什么信心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什么呢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的论坛 有免费的午餐 还能吃四天 还有不要钱的这些义工 还有不要钱的汇报团 真有啊 我们这四天就证明啊 你不相信 你来看吗 真的是免费的午餐 所以感恩主办方啊 给世界做出证明啊 我呢 是从这个 大家知道唐山大地震 我是从啊 这个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 我是出生在唐山 我是从那个废墟里边呢 被救出来的 幸存者 突然间地动山摇 房屋倒塌 一场7.8级的强烈地震 在唐山丰南一带 发生了 灾情之重 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次强烈地震的震中 在唐山市 那一年我七岁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 那么很多人问 说你你你你这个 为什么做义工 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就讲这个经历 我说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多活一天 我现在学传统文化 明白了 就要多做点好事 不是为了享受来的 所以我讲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能活多久 反正我多活了三十多年 很惭愧啊 做好事才做了四年半 我愿意啊 我说多活几年 不挣钱没关系 活了四年半 没问题 也没饿死 如果说我能够活到 八九十岁 我会再上台 我拿着这个现场 我拿着这个 现场有录像啊 我再给大家做汇报 观众一看 从三十多岁到现在 这都八十多岁了 他也没赚钱 你看这个家伙 他也没饿死啊 给大家做个证明 你说给大家做个什么证明呢 各位观众 这四年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什么证明呢 第一个没有钱 饿不死人 做好事啊 饿不死人 第二个 钱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很 很好的一个证明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出去办论坛 我说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的 很多人找我来 我在北京也是明星的朋友 企业家 一万富翁来找我来 哎呀你快救救我们吧 我们不行了 只有传统文化能救人 我们家里要跳楼了 要癌症了 全都找我来 我就给他们讲 我说你看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 也没社会地位 你们这个大富翁 大明星都来找我来了 找我要什么 要幸福 要和谐 要正常的生活 我说你要想一想啊 你有那么多的钱 你又有名 你还有权利 管不管用 不管用啊 我这些东西都没有 好像现在啊 比你生活的要好 我说你要觉悟啊 你天天把那个精力 都放在钱上 权利上 享受上 错了 不管用啊 哎 我说你看我现在穷光蛋 我出去做汇报啊 主办方都很客气 很多地方啊 哎 拿奔驰车来接 老总开车 那义工问我呀 哎 说陈老师咱们要不要做 我说要做 为什么呢 我说给周围观众看一看 穷光蛋也有奔驰车坐呀 老总开车 老总开车 这很多人天天争啊 那是争吧 不管用 争不来呀 哎 你不要争 我没想做那个东西 哎 你看怎么样 他自然有结果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啊 这很多人就跟我们讲 说这个传统文化 你讲的挺有道理 但是我告诉你了 我就是不相信 哎 我说你相信什么 他说我相信钱 我就认钱 哎 有个老总啊 拿了个存值 这是我的钱 一百万 我说我告诉你 你认为钱管用吧 我说我告诉你一句实在话 你那个钱不是你的 他拿着存值 他说 他这是我的名字呀 我说暂时归你保管 不是你的 你那个钱财呀 五家共有 是中华先祖老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说你不知道吧 哎 他说你快给我讲讲 怎么这我的钱 还是别人的钱了 我说暂时归你保管 你以为那是你的 不是你的 头一个 你的钱财 归不孝子孙 那不是你的 你替他暂时保管 你看一回家 儿子跟爸爸说 爸爸 给点钱吧 给五十万吧 为什么呢 说我在外边拿刀砍了俩人 你得给我平息这个事去 那你得给他吧 你是他爹呀 给了他五十万 气死了 哎 过了几年 儿子又回来了 爸爸 结婚了要 啊 再给五十万吧 我得我得结婚买房 你看你这一百万都是给他攒的 那不是你的钱呢 谁的钱呢 不孝子孙 你能逃避的了吗 你能逃脱的了吗 我举个例子 女大学生二十八岁 名牌大学毕业 他怎么样呢 哎 就是不相信什么弟子归 父母 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则顺成 不听 就认钱 哎 现在人就钻前沿里去了 哎 讲究有实力啊 有权力 好 找了个男朋友 南方的一个小老板 哎 比他大二十五岁 领回家 父母一看 这不行啊 这不知根知底 你不能找这样的 不同意 我就见着他有感觉 我就非得跟他 那父母说 那那那你 那就结吧 那婚姻自由了 你你自己做主吧 结婚了 第二天 这是女 女大学生啊 高才生啊 二十八了 都不是小孩了 回家之后 第二天结婚了 给父母讲 我们要资金周转 做买卖 说我丈夫 跟你借点钱 跟父母借点钱 哎呀 说你这个 借多少呢 有多少借多少 他父母啊 七十岁 白发长长 攒了一辈子钱 攒了多少 攒了二十六万 二十 普通的 普通的家庭 那你说 女婿了 都一家人了 给吧 给了二十五万 拿走了 月底就还 月底回家了 女儿回家了 跟妈妈爸爸讲 离婚了 这父母一亲 当时就说不了 说离婚了 人呢 回南方了 钱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到现在啊 三年了 在郊区啊 借了一套房子 跟朋友借了一套木板房 家具板凳都是借来的 七十岁了 现在七十三了 各位观众啊 那个钱辛辛苦苦攒来 攒来了二十六 二十六万 谁的 不是你的 谁的钱呢 不孝子孙的 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 你会做爸爸 会做妈妈吗 他不会了 不会你的孩子 就是不孝子孙 你的钱就给他攒的 你不相信 你 大家可以试啊 这是真的呀 很多人说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以身是法 拍拍我们血肉之躯 那个法就是自然规律 法则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 以身是法 你试试吧 你不懂的传统话 不会当父母 你的孩子 那个钱就是给他攒的 不孝子孙 我这一讲完呢 这个人当时就有点晕 哎呀 他说真的吗 我说你看 他讲道理呀 这哪有什么 什么封建迷信 你这讲 他说我的钱还是谁的 我说你看 你挣着点钱都不够分的 我说你这个钱呢 我说你看这个脸色 我脸色不好 我对呀 你脸色很不好啊 抽烟喝酒 吃喝嫖赌 我说你看你 哎不干人事 我说你刚四十多岁吧 到医院一检查 癌症 生重病了 一做手术一百多万 你那个钱呢 一百万 乖乖的送到 第二人民医院去了 给医院攒钱的 你那个钱 医院的钱 第三个 我说你那个钱呢 是给盗贼攒的 那他们的钱 你看我们这老师 大家听听的汇报啊 一百六十万 被那个骗子骗走了 骗走到今天都找不着 那不是他的钱 给谁攒的 给盗贼攒的 那为什么呢 你不会跟人来往 你看不清楚谁 谁是骗子 骗子怎么来的 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讲 哎 这世界上没骗子 你自己被自己骗了 第四个 你给法院攒钱的 哈 你看 为非作歹 偷 这个偷税 漏税 做假账 最后 双归也好 判刑也好 财产没收 那黄光玉 我们看到那新闻了 没收十六个亿啊 那十六个亿当初他做 他听着论坛 他绝对能改 哎 他没听过啊 不知道啊 十六个亿给法院攒的 哎 真的 不是他的呀 所以你不 不懂得传统话 不懂得做人 你 那个钱都不是你的 第五个 灾难的钱 你看一场大火 一场大水 哎 车祸 你那个钱就 财产就不是你的 没有 劝人 财产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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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他讲 我你那个钱无家共有啊 不是你的钱呢 你最后赚半天不是你的 你说听我们传统文化论坛 有什么好处啊 他能让那个钱呢 是你自己的 你这不得到财富了吗 你没听这个赚半天 最后钱不是你的 你得不到财富啊 这是实在话呀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名人朋友 四十多岁 癌症去世 他的房子楼上三层 地下一层 好车无数 我都叫不上名字来 下午两点半去世呢 我就常常跟观众们讲 我说你看他钱太多了 村子都是他的名字呀 两点半一到 所有这些都不是他的了 暂时归你保管啊 所以中国老化 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我们大家要把人生看明白啊 那是你的钱吗 有人就讲了 怎么不是呢 你看你天天在养 养这个五个贼啊 什么叫养贼 你看头一个 你家里有不孝子孙 你不懂得孝孝女啊 第二个 你胡作非为啊 咒服夜出啊 把这个身体都搞坏了 吃喝嫖赌啊 你再给医院攒钱 养第二个贼 第三个 不会跟人来往 赶招来那些盗贼 骗你钱的人 你就养第三个贼呀 第四个 违法乱纪呀 不遵守王法呀 偷奸取巧啊 你就养第四个贼呀 心里的贼呀 在养这个贼呀 养行为的贼呀 养第四个贼呀 给法院攒钱 第五个 破坏环境啊 那灾难就来了 自然界能够惩罚 能够报复你吗 养五贼 就这么个意思啊 你不学了传统话 你就都明白了 那你就 这些钱财 就变成是你的了 这是真的呀 我们大家这才知道 学习传统话好的 真能让财富是你自己的 你说家产也好 钱也好 真能是你的呀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你会吃饭吗 会穿衣服吗 你会吗 我们在自然规律当中发现 今天的人不会吃饭了 举个例子 你看现在 我们用科学实验 它这个 凡是食草类的动物 食草类的动物 有个特点 它什么特点 它肠子特别长 吃下去 多长时间排出去呢 五天才能排出去啊 食肉类的动物肠子很短 这是我们在东北啊 参观老虎基地的时候 这是我们亲自拍的 这个照片 这是老虎肠子 这上面写着一排字 科学家说呀 这是典型的 肉食类肠子的 肉食类动物的肠子特点 很短 是脊椎骨的三倍 我们人呢 像这些食草类的呢 它是脊椎骨的十倍 十二倍 很长 这个狼虫虎豹吃肉的动物啊 它吃下去这个肉啊 吃下去这个食物 它食肉 它没有肉不行啊 它吃下去多长时间排出去呢 一天 它肠子直肠子我们讲 肠子太短 一天就排出去了 我们人呢 食草类的呀 都是这样 五天才能排出去呢 那我们就做个实验吧 把一块肉嚼碎了 科学家做的 在三十六度的温度下 那个体温比三十六度高啊 体内的温度啊 我们就观察它 头一天这个肉就臭了 第二天 发绿毛啊 黄曲黄曲毒素都长出来 第三天 生躯了 生躯了 那第四天 第五天就不要说了 那已经都不行了 那毒素啊 臭得不得了了 我们吃这个肉就知道了 多长时间排出去 都五天 大家听了汇报就要想 哦 我是前天吃的肉 现在它在我的肠子里 发霉了 长绿毛了 黄曲黄曲毒素 哎呀 都被这个血液吸收了 所以有人讲啊 说你四年呢不吃肉啊 身体有好处啊 你天天吃肉 你不会吃饭的 现在有人离了肉不行 活不了啊 人 哎 少吃肉 不要吃肉 为什么 你符合自然规律啊 这肠子不是谁发明 谁创造的吧 你说这个胃 都不是 它是天然的 自然规律 你要符合这个自然规律 那叫道 符合自然规律叫德 吃饭都有道德 我们今天 你看睡觉 太阳升起来 阳气 出来 阳主动 人要活动了 哎 太阳一落山 月亮出来 阴出来了 哎 阴主经 人要上床休息了 我们现在是颠倒的 相反的 不会吃饭 不会睡觉啊 天天在 折损自己的寿命啊 缺德啊 他没有道德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过去 对传统文化 完全的误会了 唐山大地震 没多久 我在这个墙上啊 看到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人定圣天的 人定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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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对老祖宗最大的误会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 就咱们大家回去都可以查啊 1062页 人定圣天 大家查查 怎么写的 字典呢 那是最权威的了 专家说的 说什么呢 人一定能战胜自然界 你说我们就学这个学过来的 那相反的 把老祖宗讲的这个完全误会了 人定圣天不是这个意思啊 人定圣天什么意思呢 古语 人 社会上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所有的人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医生警察 定是什么意思呢 定啊 是安定 人心安定啊 他不是一定的 讲不通 学古汉语我们懂 这不是一定的意思 是安定 人心安定 那个力量啊 非常大 和谐 团结 凝聚力啊 那个凝聚力 能够超过自然界的力量 人定 圣天 你这个单位 力量为什么这么大 凝聚力为什么这么强 人心安定 当会计 好好当会计 当厂长 好好当厂长 各忙各的 现在呢 相反了 人不会做人了 你仔细观察呀 我出去买东西 看到啊 售会员 我问他 我说你 把这东西给我 我问他八遍 他不理我 他拿着电话 在那干嘛呢 收货员 他在那说 你快给我看看 我那个 那支股票 涨了多少了 你快给我 还套着呢 快涨 让他赶紧 你看 赶紧给我投 这个涨的 这个 他想的都是钱的 他想的不是自己 怎么做好 售货员 本职工作 本分 他不懂了 他的心不安定 就想的钱了 现在 你看这个老师 医生都在干什么 收学生的红包 收病跟病人要钱 要那个灰色收入 大家想一想 人心 他不安守自己的本分了 不安守本分 就是不安定了 不安定了 那个力量也很大呀 他能够毁灭你的家庭 毁灭你的单位 毁灭这个世界 人都不像人了吗 所以这我们才知道 人定圣天是教育呀 要让人 安守自己的本分 现在 相反了 人不会做了 所谓刚才我们讲的 你会做人吗 他不会了 不会做儿子 不会做女儿 不会做父母了 这五种都不会做了 你怎么能没有灾难 17岁的安徽小伙子小郑 在网上接触到一个卖肾的中介 4月28号 卖肾中介用2万元作诱饵 带他到湖南郑州某医院 进行了摘除手术 一个月过去了 小郑的身体每况日下 现在他是追悔墨迹呀 小郑是安徽淮山人 今年才上高一 如今他左侧肚子 可以看到缝针的痕迹 一个肾没了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 他在上网时 接触到一个卖肾中介 当时想要买一个iPad 但是没钱 在上网的时候 有卖肾中介就发信息来 说卖一个肾 可以给我2万块 小郑瞒着父母亲 在中介的安排下来到了称州 有三个自称卖肾中介的人 带着小郑去称州第一人民医院 做全面检测 4月28号 小郑做了换肾手术 三天后 小郑就被带出了医院 他得到了换肾的2万2千元钱 立刻回到安徽老家 可是一回家 妈妈就发现了破绽 发现儿子的一个肾被摘除了 母亲刘女士当即带着儿子小郑搭上火车 赶到称州报了案 然而小郑提供给警方的三个卖肾中介人的电话 却再也没有开过机 根据小郑的指认 记者找到了小郑进行换肾手术的地方 称州198医院男性科 记者暗访发现 这个198医院并不具备移植手术的资格 在调查中 医院表示对患肾毫不知情 因为这个男性科和泌尿科 已经被医院承包给一个福建商人 在我国对器官移植当中 器官的捐献必须遵循自愿 无偿原则 卖肾者和买肾者 以及卖肾中介的行为 都是违法 今天的人 五种身份都不会做了 这叫什么呢 不会做人的 你说人跟人相处 至少有五种关系 头一个 会做爸爸妈妈妈 也不会了 还有人问我了 这个有什么会不会的 这里边还有什么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了 有很深的道理 就是没人讲 不知道了 一百多年了 真的 第二个 兄弟姐妹 长辈跟晚辈怎么相处 也不知道了 你会当兄弟姐妹吗 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就打呀 你看 第三个 夫妻之间怎么相处 还是不知道 你会做丈夫 会做妻子吗 不知道了 那他不会做丈夫 不会做太太 那可不就打吗 天天打 离婚率他就高啊 所以有的专家讲 哎 离婚率高 说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你说这专家胡说八道啊 我是记者 我就采访他呀 你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那好啊 你就为社会进步做做贡献吧 回家离婚去吧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西方价值观的 你说夫妇离婚的双方父母 还活不活呀 你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不懂得做夫妻了 这夫妻打的 孩子在那天天看着受伤害 所以我们这三天四天论坛 我们这老师们讲的 大家很多人哭啊 落泪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夫妇吵架 给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人跟人相处的关系 第四个 上下级 你说他是县长 我是科长 他是我的军 我是他的上下级关系 怎么相处 不知道了 真不知道了 不会做领导 不会做下级 这第四个不会做人 你看 我们常常讲 你要想把事情做好 想把做一个成功人士 你现在把人做好了 我们常常问 你去问大学教授啊 怎么叫会做人 怎么叫把人做好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把人做好了 老祖宗啊 把他说的一清二楚 头一个 父母跟子女 不会做 头一个不会做人 第二个 长辈和晚辈 兄弟姐妹 你会做吗 不会做 第二个不会做人 第三个 夫妻之间 不会做 第三个不会做人 第四个 上下级 不会做 第四个不会做人 第五个 你会做朋友吗 不会做 今天的人 五种身份 我们 这不是 不是孔老夫子 给我们发明的 说你来到人世上 你做妻子 做这 他不是他发明 人人这一生 这五种身份 都逃不掉啊 你都要做啊 他是天然的 这天然的五种身份 我们人 都不会做了 这叫什么呢 不会做人呢 你看他讲道理 科学啊 一只家庭成员 是否能够和谐相处 特别特别的重要 下面这个老人 就因为家事而想不开 从五楼的窗户里 爬了出来 说要跳楼 到底是什么事情 想不开呢 老人坐在窗户上 一只脚已经悬在了窗外 情绪十分激动 而楼下他的家人 则跪在地上 祈求老人不要跳 一旁围观的群众 也纷纷劝阻老人 想开点 就在大火苦苦哀求的时候 老人突然做出了 一个意外举动 他翻过阳台 单手拉着窗户 示意下面的家人让开 此时消防队员已经赶到 兵分两路立即展开救援措施 可惜还是迟了一步 老人最终还是松手跳了下来 最终伤势太重 刚逃死亡 最近居民介绍 老人的房子被大儿子买了 大儿子和三儿子都不管 老人流露街头 无依无靠 因为三个儿子不孝 想不开 所以才跳了楼 今天的人 五种身份都不会做了 这叫什么呢 不会做人的 所以有人就问了 哎 这五种身份有很深道理吗 这里面有规律吗 当然有 这个规律叫什么 叫人道 叫人伦 伦就是关系 伦长大道 头一个 父母跟子女怎么相处 按照这个天性去做 天然就和谐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父子有亲 父就是父母 子就是子女 父母跟子女啊 他那个亲爱啊 叫什么呢 叫无条件的亲爱 父母跟子女 父子有亲 有人讲 能不能解释一下 可以 父母跟子女 天然的和谐 叫无条件的亲爱 我们讲自然规律啊 是最伟大的科学 自然规律 是最伟大 最究竟 最彻底 最圆满的科学 对啊 这个人世间最伟大的科学 可不就自然规律吗 科学 是可以做实验的 我们下面就做一个实验 做一个人性的实验 人性 父母跟子女 无条件亲爱 做什么实验呢 你走在街上 你的爸爸妈妈走在前面 你走在后面 突然之间呢 一个大货车冲过来了 马上要把你的父母撞倒 粉身碎骨 你怎么样呢 我们相信呢 一百 你去问一百个人 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都会怎么样呢 把父母推开 你说你被压的粉身碎骨 那没事 你想都不会想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下意识的流露 自信 人性的流露 他天然就这样 你不要想嘛 不要想的 那是自然的 这叫什么 这叫人性 这叫天性 无条件的爱父母 我死 没关系 你看 无条件 有观众啊 有小伙子 举手 他反对 他给我提问题 他说 你说的这个 我不相信 哎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我的父母走在前面 我父母走在前面 我绝对不会推开他们 大货车压就压了 哦 我说你为什么呢 他说 我今年呢 二十多岁 人生种种享受 我还没经历过 我父母已经都六七十了 他们死就死吧 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了 那个 也没什么遗憾的 我这个不能死那么早 你看 然后他掉过头来 他问我 他说 你不说这是人性吗 这是自然规律吗 不人人都这样吗 请问你 我为什么不这样 你看 很挑战的 我说 我就看着他 我说 很简单的 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因为你不是人了 你不是人了 所以你就没有人类正常的反应了 当场就有一个观众 很有智慧 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 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他说 我周围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孩子 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 长着人的样子 就跟这小伙子一样 说的是人类的语言 他为什么就不干人事 没有人的气味 没人味了 前不久 河北省张家口市 一名78岁的老人 在夜里喝下了400毫升的农药 而造成这一人间悲剧的 罪魁祸首 竟是死者不孝的儿子 78岁的郭德谦老人 生前是张家口市 孤原县小河乡后沟村人 他和老伴居住的房屋 与三儿子郭茂是前后院 郭茂十年前离婚 自己带着女儿小秀生活 8月3号下午 郭茂发现自己家里 丢了很久的一个针线包 竟失而复得 同时发现 腌制的咸鸡蛋少了几个 便怀疑是自己的父母所为 心里十分气愤 左思右想 总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随即他开始采取行动 郭茂进门后 就将熟睡的父母叫醒 年迈的父母被叫醒后 才迷迷糊糊的发现 这次儿子的举动 有点反常 儿子郭茂这次是有备而来 他和孙女小秀预谋后 带来一把镰刀和一瓶农药 郭茂手持镰刀 恐吓自己的父母 迫使父母承认 偷自家的东西 向他们索要 自己曾经丢失的750块钱 两位老人说 自己没有献钱 答应天亮后 就出去给他借钱 就在这个时候 气急败坏的郭茂做出了一个令父母吃惊的决定 随后 郭茂便将携带的剧毒农药放在了老人的炕上 回动镰刀逼迫父母中的一个喝下农药 郭德谦老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打开了农药瓶子 由于农药气味异常 老人无法下咽 郭茂就让女儿拿来一个玻璃杯子 给老人倒了近400毫升农药 在儿子孙女逼迫 郭德谦老人喝药的时候 他的老伴曾两次出门叫人 都被孙女小秀拦了回来 郭德谦老人喝下农药后 失去理智的郭茂妇女又在老人家待了一个小时之久 不让自己的母亲外出喊人 在见到郭德谦老人难受得浑身哆嗦后 郭茂妇女才离开了现场 目前郭茂妇女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移交检察机关起诉 希望从我自己 从各年这个事 尤其是郭茂妇 不要出现这样 我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们能够做到一个 终究老人 相信父母的人 我来 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郭茂表示青山府 府庆的法序欣慰 行着孝道恶劣 在社会上 因其促烈的犯销 使邪在文明社会 少见的压戒 通过这个压戒 要警示我们的社会 年轻人们 要重进劳政 赞扬父母 正习胜利 为什么 他为什么就不是人了 你说的很对 他不是 他为什么今天的很多人 他就不是人了 这个问题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天性 人人都有啊 真的是人人都有 你要不相信 咱们打个比方 什么比方呢 你看 咱们不要说人 咱们说 动 畜生 古代就有啊 把那个鳝鱼 活着的鳝鱼 扔到锅里 开水锅 扔进去之后 你看那个鳝鱼 突然就把那个肚子 撅起来了 他的脑袋和尾巴 在锅里 那开水锅 啄啄 然后呢 他就看着 这个鳝鱼也不倒 这个厨师很奇怪 又扔一条 还是这样 把肚子还撅起来 哎 为什么 扔很多条都这样 最后把鳝鱼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 把那肚子抛开 这一抛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 活着的 小的 鳝鱼宝宝 鳝鱼卵的 你看 鳝鱼妈妈 她宁可把自己的脑袋和尾巴 煮烂了 煮烂了脑袋 煮烂了身子 她也不能让孩子受一点伤害 哎 她 我们大家看到啊 哎 真正 这是畜生 畜生啊 最后真的脑袋和尾巴煮烂了 你看 抛开肚子 她那个鳝鱼卵活的 请问大家 谁教过她 谁教过鳝鱼啊 那乌鸦老了 飞不动了 她在窝里 张着个嘴 没饭吃啊 小乌鸦飞出去了 叼回食物来啊 妈妈 爸爸张着嘴 小乌鸦喂给乌鸦爸爸 乌鸦妈妈 这就是自然 东西界我们看过呀 乌鸦反哺的故事 请问 谁教过这个小乌鸦呀 谁教过鲨鱼妈妈呀 天性如此啊 无条件的 我投赫为煮烂了 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受伤害 这天性啊 自然界的天性 一切的生命 生物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汶川地震 我们大家看到那个新闻的 国家领导人 很多观众看到之后 眼落泪啊 把那个废墟挖出来之后 那个妈妈呀 那个妈妈怎么样 后背是弓着的 就这个样子 肚子这块啊 下面是她的孩子呀 她用自己的身体 上面全是废墟 砖头瓦块呀 挖出来之后 妈妈满脸都是土啊 鼻子里边全都是土 妈妈已经死了 下面的孩子 她的小孩子 三个月大 活着的 在她孩子的旁边 是个手机 上面写着什么 孩子 如果你能活下来 你一定要记得 妈妈爱你呀 就这样的现场 新闻现场 大家想一想 谁教过她吗 她天性就这样 无条件 大家一定 无条件的爱孩子 爱父母 那是真的 你看看 畜生都这样啊 大家要不相信 我再举个例子 这是今年的新闻 这是一个大学生 大四 他是学法律的 政法大学 大四的学生 他男生 他跟24岁了 应该是 他跟父亲呢 要钱 说你给我钱呢 我要出去消费 我要想出去 这个上网 要钱 那爸爸 那爸爸 讲说咱们家 太穷了 那个学费 咱们都交不起 没钱了 不能给你啊 24岁 这么长的刀啊 各位观众 这么长的刀 捅自己的父亲 捅了24刀啊 捅了24刀 最后这个爸爸 满身是血 好像在车里 我看那个报道上 写的是在车里面 这新闻 很多人当时都看到过 最后爸爸临死之前 最后讲了一句话 临终最后一句 倒在血泊里 跟儿子讲 说儿啊 那个钱都是给你的 你快拿上钱吧 都是给你的 你快跑吧 你杀人了 警察要来抓你了 你快跑吧 钱都是给你的 我们听了这个话 真的是也落泪 为什么呢 你看看 这个爸爸 你杀死我 我都爱你啊 那个钱都是给你的 我们听到这些啊 这都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实验的 古今中外 连畜生啊 都这样啊 无条件的爱父母 爱孩子 那是天性啊 话又说回来 那个观众问的很好啊 对啊 你说他是学法律的大学生 你怎么解释啊 你说他爸爸是 他爸爸无条件爱孩子 那他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啊 就接触到了传统文化啊 最根本最根本的一点了 这是核心了 这个大家我们听明白之后啊 我们就全都明白了 三字经上讲 那都是讲真理啊 所以有观众看不起 三字经还跟我们讲这个 三岁孩子都会背 对 三岁孩子都会背 八寻老翁不了解啊 都不懂什么意思啊 第一句话 人之处性本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那个人心 本善 就本来就是好的 那个善那个字啊 不是善恶的意思 那个善 是什么呢 善哉善哉 是赞叹的意思 说那论坛好不好 好啊 他不是好坏的意思 是赞美的意思 太好了 人性太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注意看这瓶矿泉水 像自来水 是吧 他太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纯净 没有一点污染 纯善 没有一点邪恶 人性就这么好 我们只能打比方用这个了 没有更贴切的了 是吧 纯净 纯善 就像这杯水一样 无色 没颜色 没有一点污染 无味 没有味道 无羞 没有气味 纯净 纯善 人性就这么好啊 你要不相信 你把那个死刑犯 他当 他婴儿时候的那个照片呢 你给拿出来 你拿出来一看呢 你绝对不会说 这是个死刑犯 你到医院去看 那些婴儿出生之后 你看看你能说 这是富翁 这是死刑犯 这是坏人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 都一样 都好啊 人之初来到这个世界上 人性可好了 表现出来非常好啊 就像这杯水一样 自来水一样 纯净 没有污染 纯善 没有邪恶 人性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太著名了 我们一定要听 要了解 是吧 我们在安阳啊 接一杯水 自来水啊 纯净纯善的自来水 人性 像人性 我们在北京 接一杯 我们在美国 接一杯 我们在上海 接一杯 把这四杯自来水啊 倒一块 倒在一块 请问大家 你还能不能够 从里边再分出来 说这一杯啊 这是我们安阳的自来水 你分不出来 这是美国的 这是北京 这是上海 你分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变成了一杯水了 他为什么四杯水 能变成一杯水 因为他有个特点 他有个什么特点呢 他没有任何污染 纯净 他没有任何邪恶 他纯善 他倒在一起了 所以他只要具备这个特点 大家记得 四杯水倒在一起 是一杯水 人性也是这样啊 人性都这样啊 人人都有这个本性 人之初性本善 不是说 我郑州 我安阳的人 人性本善 凡是人 都有这个特点啊 也就是说 四个人的人性 就是一个人性啊 一杯水啊 四万个人的人性 也是一个人性啊 大家想一想 我单位 三千人 三千人就是一个人性啊 一样的嘛 他怎么能分成三千个呢 那是错的 十三亿人 跟大家讲 地球上 七十多亿人 一个人性 它是一杯水啊 为什么呢 人性的特点 自然规律 它特点是什么 纯净 纯善 你说你讲这话 什么意思 我们听得很明白 很懂 什么意思 这层窗户只一捅破了 告诉给各位啊 人性 它是一个 说明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大家 人性 是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不分彼此啊 人性 都能相容 它不能相容 它怎么能变成一杯呢 变成一个了呢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啊 哎 天然的团结 天然的相容 这不是谁发明 谁创造的 自然规律啊 所以人跟人 天然就团结 天然就有凝聚力 哎 现在我们去找团结 找凝聚力 一盘散伤 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们就听明白了 哦 这个实验一听 我们就听明白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丧失了 如果人人都保持 他那个纯净纯善的人性 他天然团结啊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啊 十三亿人 一杯水 一个人性啊 所以说 一就是十三亿 十三亿就是一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这传统古圣先贤 告诉我们的 我们这才听明白 哦 这是真理啊 人性是天然团结的 今天我们怎么 对立了 斗争了 竞争了 哎 你死我活了 说明什么 说明人性被污染了 哎 他不团结 说明 说明人性变了 你不信 你拿一桶可乐 你拿一桶啊 这个酱油 拿一桶油漆 你倒在一起 那准是个是个 他不能相容 道理就在这 人性是相容的 对立了 斗争了 竞争了 哎 你死我活了 说明人性被污染了 第二个 还有个什么特点实验呢 你看我们台上汇报 这些天大家亲自体会啊 哎 做汇报 台上一哭 台下也落泪啊 哎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他有人性 你也有人性 人性啊 他不但相容 他还相通啊 他一想妈妈 你也想妈妈呀 哎 人性是相通的呀 人性相通相容 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实验 有什么好处 证明这个真理 有什么意义 证明告诉给大家 社会是可以和谐的 家庭是可以和谐的 人跟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他都相容 他都是一个人性 他怎么能 他怎么能不和谐呢 天然的和谐 这就是科学实验 证明给我们 我们要有信心 人是能教的好的 你再不相信 我们做个实验 啊 做个灯泡的实验 这个实验很著名 厨房的油灯泡 拿两个灯泡 都是一百瓦的 刚买回来 哎 一通声店 透亮 非常亮 那么把一个灯泡啊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把它放在厨房 放在厨房 天天炒菜 做饭 熏这个灯泡 熏三年 三年之后 你进厨房 一开灯 哎 这灯泡不亮了 上门全是油烟子 呼死了 哎 不透亮了 那个房间的灯泡 没有任何污染 一打开 透亮 跟刚买来的时候 一样 还是一百瓦的 你说 做这个实验 什么意思呢 三字经 头一句话 刚才我们讲了 做了那个 自来水的实验 人之处 性本善 人性是相通的呀 非常美好啊 第二个 这个灯泡的实验 证明什么呢 三字经 下一句话 叫什么呢 狗不叫 姓乃千 你要是不教育他 他那个人性啊 那个千 那个字叫搬千 改变 他就改变了 狗不叫 姓乃千 那个人性就像这张餐巾纸一样 就扭曲了 就像厨房的油灯泡一样 他就不亮了 没有了灯泡的功能 就是人 丧失了人的功能 没人性了 没人味了 什么原因呢 厨房的油灯泡被呼死了 被什么呼死了呢 今天社会上最严重的污染 四个字 自私自利 不管别人 刚才那个小伙子就是 你父母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管我自己啊 你一死活 你看我还没享受呢 他太自私了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不亮的灯泡 他不像个儿子 不像个人吗 没有了人的功能 而灯泡是发光的呀 他为什么不发光 被呼死了 狗不叫 你要是不教育他 人性 人道 姓乃千 他那个本性就被呼死 就这么简单 狗不叫 姓乃千 我们大家听到这个 就了解了 那个房间的灯泡 他没有受到污染 今天的社会 怎么才能不受污染呢 给他人性的教育 自然规律 人道的教育 在哪里呢 在弟子规 在了凡四驯 在诸子之家 格言 四处五经 在这些儒家的经典 在传统文化里 那讲的是啊 他怎么样 他天天保持 他从小婴儿的时候 就纯净 纯善的人心 他一直到死 都不改变 这就是什么呢 中华民族的伟大 从小到死 一直让他接受 人道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 古圣先贤 经典的教育 就是不让他进厨房 受那个污染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 我们大家这听明白了 这么回事 对了 传统文化就是保持这个人呢 他的人性保持到死 都是这样 纯净纯善 多好啊 不要受污染 一受污染 这一扭曲 马上他就不是人了 就该不干人事了 灾难就来了 你也受灾难吗 所以说 我们这才听明白啊 还有一个 有观众 很有智慧 他看出来了 哎 我问你啊 那个厨房的灯泡 你说他不亮 那是个假象 他里边亮 我说对了 你看他一百瓦 他三年之后 他三十年之后 他外边呼的再死 那个灯泡怎么样呢 里边是亮的呀 说明什么呢 说明 人到死 刚才我们听了那些实验呢 死刑犯也好 被杀死的父亲也好 人到死 那个人性不改变 他都是无条件的爱父母 爱孩子 无条件 他那个人性都在 人性到死啊 那个纯净纯善的特点都不会改变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干人事 他被呼死了 你用洗地灵啊 就像我们传统文化一样啊 哎 一擦他 他就亮 我们这三十多位老师就是证明 他们过去都是做恶事 做坏事 走人生弯路的呀 都是厨房的油灯泡 他不亮了 一学传统话 这一擦 人性一恢复啊 所以就像在郑州一样 哎 那几个想绑架的 想什么杀人的 我们听到还有个老师 他是想杀人 不杀了 他为什么呢 他恢复人性了 就这么简单 还有泡药 还有炸药 炸药 我还准备要干呢 准备把他们一家人全部炸死 对 等待着这个机会 对对对 今天上午啊 听了那个张总的汇报 那不是千里追杀人家仇人12年吗 学了传统文化害怕了 害怕什么呢 哎呀 渊源相报 将来会有反作用力 会有报应啊 哎 他最后把那个刀啊 扔到海里 去了 哎 这位观众啊 今年四十几 四十六 四十六岁 他也是啊 想了十五年 炸药准备好了 哎 然后今天上午 听完这个汇报啊 他怎么能看别人家仇人 还是我 就是赶照 赶照的也都已经了 事你不能管越人家 人家是 我听张老师说 十二年 他都放轻 我这点事 还是算什么呢 我想这次进入了判断论坛 感受到了 我回家啊 把枪子 炸药 我叫到 派所和到公安局 从 从此以后 我把这个念头一定要打掉 跟他的这个恩怨呢 一笔勾销 跟他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看看 今天上午 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什么呢 是人性的教育 人道的教育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好懂了 你看今天 我们对父母 我们对父母是违背人性啊 违背你的天性了 父母一打电话 儿啊 爸爸妈妈很想你了 包饺子了 你回家吧 看看你啊 我们怎么跟父母讲话 拿着个电话 别说了 你们太讨厌 礼拜六礼拜天 再回家吧 我现在正忙着呢 砰把电话一吹 我们看到啊 这个不是无条件爱父母 那个人性已经扭曲到了极点 那都不是人了 不是儿子了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你会做儿子 会做女儿吗 不会了 没受过这教育啊 我们今天才明白啊 把人性 像厨房的油灯泡 给污染了 所以你今天呢 你 不会做人是有原因的 丧失了人性的教育吗 丧失人性教育 你别着急 你说不会当儿子 不会当女儿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那个自然灾难 他找你来 你不挑战人伦吗 挑战自然规律 你不想当儿子了 你不想当女儿了 你就非得把这个 纯净纯善的给污染了 把这么好的人性给扭曲了 还是那句话 你挑战人道 挑战自然规律 警察不找你来 灾难你跑不掉 为什么呢 自然规律会惩罚你 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人性的 符合真理的 那些行为 那些言语 那些想法 叫善 这个能量 是善的能量 违背规律 违背天性 违背真理 你把人性扭曲了 这些行为 这些能量 说出去的话 这些能量 这些想法 叫恶的能量 大家一定要了解 善的能量发出去 一定会受到一个 善的能量的反作用力 恶的能量发出去 一定会受到一个 恶的反作用力 挑战自然规律 那不是跟自己对着干吗 你连父母都不孝顺了 所以有人就跟领导讲 领导啊 我就跟定你了 我这辈子 无论如何 我肝脑涂地啊 他骗人的 假的 为什么呢 《孝经》里面讲得很明白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得呀 他连他父母 爹妈他都不爱 他说他爱你 哎呀女朋友 我真爱你呀 那是假的 他有目的 得到之后 把你抛弃 他一定不仁不义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被理呀 他连他父母 家里长辈 他都不尊敬了 他来跟领导鞠躬 那是假的 那是骗人的 有目的的呀 那违背人性嘛 所以我们知道 孝道是做人的根本的 所以头一个 五轮奖 头一个 叫父子有亲 第二个是什么呢 长幼有虚 长辈跟晚辈 他有他的顺序 有他的秩序 这个秩序 是自然的 是天然的 你违背这个自然和天然 那个反作用力来了 你可受不了 那个报应太重了 你不相信 咱们简单的讲 你看今天社会上 那个爷爷 你仔细看那个爷爷呀 越看他越像孙子呀 你看那个孙子 越看越像爷爷 他走在那跟大爷一样 颠倒 人伦颠倒了 人伦颠倒 乱伦就是灾难 含着以后 是个老太 老太 学校子 嚎啕大哭的老太 名叫金水元 今年已经73岁 他满脸都是鲜血 手上脖子上 还有被抓伤的痕迹 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早晨的时候啊 金老太想 一个人单独吃个方便面 他的二儿子金龙根确认为 母亲把方便面 端进房间里吃 有一亿味 随后 母子 婆媳 祖孙之间 发生了冲突 那么你女子 那一大房里去吃啥 我从没啃 出到我没啃了 这啥子 哎呦 我说哈一家 你发 发大房里去吃 前面的好好夹 说 那一只只只得了 那一只只只得了 那一只只能做 我说我发了 你做 我门生 我分享的呀 那么个新闻 一不得发 老老子 今天忘了 打个生 自己打开 那么我 那么学校一路 听到我 一路踢 我 头踢 说我怎么没得到呢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 记者赶到老人的二儿子 金龙根家里 只见大门紧闭 不过楼梯上的斑斑血迹 可以证实老人当时 是从家里被打伤后 逃出来的 儿子这样的对待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两代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夙愿呢 记者了解到 金水源老人 一共养育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两年前 江窑村拆迁 金家三兄弟 都分到了三套房子 而老人的住所 却成了问题 经过协商 人留在三个儿子家生活 可能是嫌老人脏 突然之间 多了一个高龄老人 两代人之间 产生了严重不适应 一个女儿 是要我两次 本来就不给 去的 本来就不给 去的 那么老人是 我说你别还不给 去 每个孩子 我到你得给 我说我好 还是我给 忍气吞声的过日子 眼看这一年的期限 这个月底 就能熬到头了 自己却做梦 都没想到 因为吃个方便面 惹来一顿 血光之灾 金老太 但他却极力否认 自己对老娘动了手 你当时有没有看见他 他有血压 没有 一直没有 我刚才他跟我老婆 吵的时候 可能是手指 碰起 他就不太清楚 跟你老婆也吵 这个商举 这个商举 不是也真的 他也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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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会当妈妈了 伺候孩子 他怎么样呢 你看那个孩子放学了 他要天天给孩子 晾一杯水 让他有水喝 怕渴呀 结果这孩子 放学之后 那个妈妈都要掐着表 掐着表 我儿子要回来了 你看 给他晾好了水 结果怎么样呢 这个儿子有一天 突然早放学了 回家早了 这个水拿起来 他一喝 他烫嘛 回来早 谁知道回来早了 拿起来这一喝 十岁 我们跟大家讲 十岁 拿起来这一喝呀 可了不得 烫嘴了 这一烫嘴呀 这个孩子啊 十岁 拿着这个茶杯啊 就进了厨房 找他妈妈去了 他妈妈正在那 给他做午饭呢 这一杯开水 一下就泼在他妈妈脸上 说什么呢 老不死的 你想烫死我呀 天天哪 给这个孩子倒水 最后结果是这个 然后这个妈妈这个脸全都烫红 烫肿了 起水泡了 妈妈捂着脸在地上哭啊 哭啊 那个爸爸也是个混账爸爸 糊涂爸爸 出来之后 骂这个妈妈 你会不会量水啊 你怎么给孩子量的水 你要烫坏了 他怎么办呢 我提一个问题 大家听一听 有没有道理 这个孩子刚十岁 他就敢拿一杯开水 往妈妈脸上泼 什么原因 没伺候好他 没照顾好他 他十岁就敢做这个事情 那么请问 十岁敢拿开水泼妈妈脸上 二十岁拿把刀来捅妈妈 你觉得意外吗 你觉得奇怪吗 在我看起来不奇怪 今天的孩子 今天的大人 人伦都颠倒 怎么样呢 全都围着他呀 他成祖宗了 人道第二轮 第一个是父子有亲 第二个 长幼尊卑呀 弟子规有很多人看不起 弟子规里讲的 讲的就是人道 头一句话 弟子规 头一句话叫什么呢 父母互应勿还 爸爸妈妈叫你 你答应不要慢 父母互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来 爸妈妈命令你 你得快点 行勿来 父母叫需静听 公公静静听着 父母则需顺承 批评你 你得很孝顺的接受 弟子规里教 这什么呢 头一个教的是 长幼有序呀 谁是爸爸 谁是儿子呀 现在颠倒了 儿子互应勿还 儿子命行勿来 孙子教需静听 孙子则需顺承 都听孙子的 都听儿子的了 人伦颠倒了 灾难就开始了 所以 我们看到西方价值观 讲平等 讲平等 你看那孩子 在学校里 指着老师鼻子骂呀 你必须得给我认错 拍着爸爸的肩膀 跟爸爸叫什么呢 这儿子跟爸爸叫什么呢 哥们哥们这是我哥们 那个闺女啊 女儿拍着妈妈的肩膀 叫什么姐妹 这是我老姐 跟妈妈叫老姐 他们不是母女俩了 称姐俩了 那妈妈还挺高兴 你看我多年轻啊 你不知道你乱伦了 违背伦常 我从自己开始反对自己 我想孩子都